为什么医生喜欢让病患拍片子 我是南京医科大学第二副处医院 骨科副处人医师王莫洋 今天呢我就来跟大家再简单的介绍一下 为什么医生一定要看到片子 而不是只看一个诊断的一个报告 首先啊我们讲 如果一个病人拿着一个诊断报告来给我看 我肯定是不能做出一个正确的一个诊断 可能报告上写着椎间满图书 那我的脑海里只浮现出椎间满图书 我没法给病人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 也做不出一个治疗方案 那我就必须要看到片子上 到底椎间满图书是压迫伞哪边是有多大 是刺激到什么部位了 刺激到那个神经 对于我们的脊髓有没有损伤 有没有压迫 综合这些因素结合起来 我还得必须做一个事情 就是结合病人的临床表现 以及病人的替诊 所以啊我们的报告上通常都会有一段字 叫请结合临床 那么我们一些有经验的医生 甚至于专业的医生 绝对不会对着一个报告 就给你做出一个整个方案 必须要你们把影像的片子带上 还要进行一个详细的问诊 以及插题 这个你知道了吗 我们们再进行一个语言词 我们再次修认词 跟想象 我真的想的 这一句词 我们再次购心